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听说 您昨个把我那两个丫头拦在府外了 是啊 上次这刺客闯入你府 是他们护驾不力 我让如意姑姑过来照顾你 她是我母后留下的人 这怎么行啊 寒家的子嗣大忌 可都寄托在我身上呢 我身边可少不了这两个丫头 在我面前 就不用装了吧 殿下 我已经当了十年的韩世子了 演戏早就已经成了我的本能了 如今 我已经分不清什么时候是在演戏 什么是真的了 殿下不必这么看着我 我这个世子当得好得很呢 能快回一天是一天 往后你一定会幸福快乐的 成殿下的吉言 您还是先帮我把那两个丫头放进来吧 你开心就好 表姑娘 殿下正在议事 别废话 放我进去 表哥 有事吗 今日入宫拜见兰妃娘娘 先来见过表哥 往后这种事情 不必向我报备 香月今日入宫 还要祭拜姑母临位 明明兰妃才是她的亲姑母 却一口一个兰妃娘娘 元护娘娘不过是她的祖姑母 却叫得如亲姑母一般 这个楚姑娘 心思不浅啊 别伸着指甲 我来 殿下 松祖这东西 还是要自己包吃着才行 您今儿可不是要去御书房吗 也该动身了吧 你先行吧 我尚且不急 那香月先告退了 舅母这么多年无初 她一直让她舅母膝下 以为继母 她原本的姑姑 是宫里的兰妃 七皇子的生母 这个我懂 世家大族的规矩嘛 嫡出的小姐顽固 便从树出 或者是庞夕的女孩中 选一个送到夫家 延续两性之好 是啊 我母后去世后 楚家就娶了兰妃 入宫 这兰妃娘娘 不声不响地在宫中 待了这么多年 日子可还过得好啊 皇上并不看重她 只不过是个摆车罢了 也不尽然吧 皇上子嗣不封 这兰妃娘娘 好歹 诞下了七皇子啊 皇上一时醉酒 看错了人 才剩下了七皇子 认错人 认证谁了 那日刺客 武功不低 你近期出门要小心 新庭上市未遇 我让姬野跟着你 这怎么行啊 姬野是殿下的亲位 怎么能跟着微臣呢 您放心 我身边有金子银子护着呢 安全得很 我本能除了他 可是王仲宇那天佯装受伤 让刺客给跑了 那刺客武功高得很 我瞧着王二 也不像是他的对手 王二的武功 出自为远门 你就不要再护着他了 殿下 我何时护过那王二啊 我瞧着那王二 似是对朝局没有几分兴趣 而且他追刺客那架势 也不像是装的 况且王二那匹姓 王相 怕是也不放心 他参与其中吧 你不信他会杀了你 我几时说过不信了 你心里不信 那日在西台前 王忠宇说的那番话 想必你是心有灵犀了吧 怎么就心有灵犀了 还请殿下不要妄言 我韩家 是绝对不会和王相 有任何牵扯的 殿下是要让我立誓吗 我说的不是王安丽 是王忠律 殿下 请你务必把我当成 韩家世子相待 不要当成女人揣测 我韩十一 今生都不会恢复女子身份的 有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